四川九寨沟地震 过去两天,目前显示死亡人数不多,但震出的真相令人毛骨悚然。 目前中共官方统计称,九寨沟7.0级地震,目前死亡19人,游客6人, 本地群众2人,未查明身份11人,受伤人员增至343人,重伤13人,危重2人。 每一次灾难,在民众哀痛并质疑官方行为的同时,中共官方总会借机标榜赞颂党的伟大, 不忘所谓的多难星邦等等,只是中共交化60多年的结果是多难星伤。 地震发生后,九寨沟机场到成都双流机场的机票暴涨近10倍。 航空公司大发疏散财。 中共财政就在波复一亿元的报道登陆后,网友质疑,中共国家可以援助非洲,拯救欧洲,购买美债, 撒币全世界,挥霍民众的血汗连眼睛都不带眨啊一下。 此外,酒灾中的细节失真,也让民众不满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新建的酒寨天堂洲际大饭店受到重创, 大唐垮塌,又让人们联想到豆腐渣。 十分奇怪的是,中共官方对这次地震是否有过预测,闭口不谈。 网络上则盛传天有一响,是出西南,以及北京上空出现的奇光照片,还有阵前飞鸟活动异常,天空出现神秘地震云等等。 地震发生后,四川省地震局,才派出40人应激队伍赶赴灾区。 但距离酒寨沟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的松攀,平武之间1976年相继发生过两次7.2级的强烈地震和一次6.7级地震, 时间也在8月,1976年8月16,22、23日,但中国地震局,四川省地震局松攀地震解读称,这两次地震都有预测到,并采取了有效的防震措施,人畜伤亡很少,三次强震仅仅死亡。 38人。但这一次地震后,从网络上的一张震情信息保密知识培训班的照片看,被认为这只是当局首先考虑如何隐瞒消息,接着是统一发布口径。 即使有所预测,在大局维稳的布控下,也将严格保密。 酒寨沟地震4日,新疆博尔塔拉州京河县附近发生6.6级地震,形成西南西北的呼应。 海外评论人士谢天琪,结合中共正在召开的北戴河会议,评论指,天降意向是景。 评论说,在中共北戴河会议开始前后,暴雨洪灾,高温,地震,红色龙卷风,天降巨大雨柱,台风等多种意向密集发生。 谢天琪分析道,中国历史上,每一个命数将近的王朝,在其面亡前,都经历了几乎同样的过程。 社会乱象,自然在海平仍,瘟疫流行,盗贼风起,杀人劫财案件层出不穷,社会动荡不安。 而中共建政后,从土改杀死地主250万,大激光饿死数千万人到文革,六四屠城,衍生了无数罪恶,特别是1999年全面镇压法轮功以后,伴随社会道德崩溃的同时,各种天灾不断,非典的肆虐,情流感的蔓延,直至千年不遇的汶川大地震,以及后来的玉树,亚安,云南等多的地震,强降雨,洪涝,高温烧烤等等意向灾害, 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灭亡前灾害的统计数据。评论表示,中共的无数暴行,早已人神共奋,天灾是井,谢天奇说,中共政权风雨飘摇,抓住最后的时机尽快顺天而行,以避免陪葬江泽民与中共的命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